一起反诈骗 大声呼喊口号 由政大、世新、中国科大等八所文山区大专院校组成的文山联盟 与人力银行合作 共同宣导反诈骗 帮助打工的学生铺设安全网 以行动表达对学生权益的忠视 那我们学校是有学务处 透过影片还有政府的宣导 那我们最重要是提醒我们的同学 要特别注意三要七步的原则 然后来小心防诈骗 这个是我们提供的一个影片还有宣导 那我们一般都会透过导师来跟同学做宣导 也会利用集会的时间也来做宣导 那这个部分因为现在网路也很方便 我们也可以透过通信软体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群组 也可以提供我们相关的资讯 给他们让学生知道怎么样来防止诈骗 那当然如果有遇到的时候 我们希望他立即报警 或者是利用165防诈骗专线 来做着报警的一个保护动作 去打工 那你就急着就是要赚钱 觉得赚钱那就可能就会有被有心人士所利用的 第一个可能是不知情的状况之下 你的资料被用了 什么资料 薪资账户 他说你要这个汇款给你 还是说你要提供你的账户 或者是你的身份证等等这些会有手机 但是这些东西可以申请邮局 银行的存账户 可以申请电话 那这变成什么 他把它运用成诈骗的 犯罪工具的人头账户 人头电话 那这个部分在实务上是把它归类 是属于帮助法 那这样子来讲 那就变成一个公关结构里面 那有一个更惨的就是说 我告诉你你这个地方 你行者很低 根本就没有什么风险 你就帮我领钱 就变成什么 一般的厕所 那厕所是绝对是公关结构里面主要犯罪 那所以说这样来讲的话 这两个是我们在学生打工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 我们学校对于整个房诈骗是透过多元管道加强宣导 不管是从网页方面或是在日常课程当中 还有新生的这个成长影 那我们也透过有奖增打 来引起同学更多的一些认识 有正确的观念 那我们呼吁一方面是要停 看 听 这个主要配合我们政府的机构里面 停就是你必须要保持冷静 然后听 看的部分就是要立即查证 小心查证的部分 那听就是必须能够立即报警 那165的部分我们是透过这样的情况 第二我们在有关相关的 不管是国防教育课程 或是我们生命教育的情况 特别提醒他们 尤其有一些这个号称钱少的部分就没有关系 但是假如钱多事少又离家近或离家远 这个马上就要有警戒性 因为不可能天下掉下来的礼物 让同学有这样亲个一举就可以得到一笔很大的钱 那我们有几个是一定会宣导的 其中一个就是对于在台北学校附近 然后如果有一些公读的这个时候 那要怎么样去慎选 那其实四星大学传播起家嘛 然后其实我们很多对于那个媒体啊 或公关广告行销传播很多的 其实学校其实在生涯发展组 我们有设一个专区 就是当我们是先筛选过 有一些比较这个体质上比较健全的一些业主 我们会把这些资讯po出来 我们欢迎学生就是优先的来 来选择我们推荐的这些打工的场所 那一来除了可以有一些经济上面的收入 再来可能也跟本职学能上面有所扣连 那我们在宣导上面其实如果学生自己去外面找的话 我们也会特别提醒说 对于这个学生的这个工作的时候的权益的这个保障 我们也特别宣导这一块 根据TUN大学网调查结果显示 超过三成大学生打工时曾误入陷阱 最常遇到雇主为依法投保 工作内容不符或工作量分配不均 薪资低于基本工资 雇主为依法发放加班费 以及乔丽明木扣薪及压榨工资等 当下有觉得怪怪的 那他又叫我提供家里的地址 他会寄货过来 想说不用付运费 然后接下来他就是 当时他又为了博取我的信任 他就去拍他的身份证正反面照片给我 因为我当下我就 因为卡片也拿回来了 那当下的损失可能就是我卡片就是 在银行冻结 所以我可能要去解冻 然后因为事后我就没有理他 我就直接把他封锁了 我在社群软体上面 我找到一家甜品店的打工 那面试的时候 那个老板一开始跟我谈好的薪资是两万六千元 然后工作时间是下午四点 然后到晚上的十二点多 可是慢慢做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情况不一样 我常常工时 就是做到最后面都半夜三点多才回到家 老板也没有给我加班费 我领到薪水的时候实际领到只有一万七千元 然后我跟老板反应 老板是说扣掉餐费 我想说餐费怎么扣这么多 老板跟我 因为一开始面试老板是跟我说餐费是免费的 好 其实最怕的不外乎是遇到挂羊头卖狗肉 就是说比方叫你去做家庭代工啊 又或者是桌边服务 结果却要你做一些犯法的事情 那另外呢 还有怕薪资呢 根本就是低于标准的 比方说这个时薪呢 低于法庭标准之外 另外还有怕说没有帮忙投保劳健保 这个呢 也是学生很害怕的 另外呢 还会遇到一些诈骗陷阱 比方说是我们知道说 会有一些可扣薪资的情况 又或者是不给加班费 那这些都是同学们要特别注意到的几个地方 那在这一次的文山联盟呢 其实八大学校都非常的力挺 那我们呢 也是在这个学校校园内 已经做了一些防诈骗的懒人包 也做了一些安全网 为的就是希望说学生不要被诈骗 那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三要七步的原则 也就是说一定要记得说要存疑 要去查证 另外一定要告知家人 那不要的话当然就是不购买 不缴费 不办卡 不随便签合约等等的 这些呢 都请大家要特别注意 黄若薇表示 针对国内厂商刊登职缺 必须具备经济部商业司登记合格证明 透过政府官方网站查询 确认内容无误才能刊登 若有派驻国外的职缺 也会加强留意是否为高风险国家 以保障求职者权益 记者林锡慧 台北报道